交通號制顯示紅燈 但一名男子氣衝衝跑到藍色箱行車旁 手伸到駕駛座內想要理論什麼 駕駛似乎沒想要理會 下秒竟然直接開走 他就這樣被掛在車上拖走 路人全看傻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幾分鐘前行進間 這輛箱行車從右側超車 這句話疑似就是衝突的 起點不過之後駕駛狂按喇叭 怎麼喊怎麼叫對方都不理他 才會下車想直接說清楚 這輛行車糾紛發生在10月29號晚間6點多 基隆愛一路人私路口 林溪男子被拖行了將近200公尺 也因此受了傷 他認為當下猛按喇叭是希望對方下車查看有沒有碰撞 但他卻怎麼樣都不願意 還指控對方在過程中刻意回轉想要把他甩下車 我跟他講到拍書所講 他不要硬要我下車 然後甚至把我的門把手給拉壞了 然後他掛在我車上壓在我那個車窗上面 另一邊箱行車駕駛則出面反駁公開行車記錄器 說自己是因為前車歸宿才會切換車道到右手邊 強調自己是因為當下很有可能會被打受傷 才會立刻把車開走 反控對方惡意挑釁 對此警方回應筆錄製作完畢 也已經開立受理報案證明 只是在大馬路上上演這場面確實太驚悚 我們要不要再進行車 我們就去到未來的船上